文涛谈乒乓至看的懂学的会系列正手推挑技术 一、正手推挑技术是揭发球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过渡技术 验用此项技术一般是对手发的强侧上悬球 搓帽高挑出界或者容易被直接进攻时使用 推挑技术要领首先保证板形立即来 手要高于球,形成一个从上往下的角度 手腕相对固定,体会用手掌推、按、压三个感觉 刚开始练习前控制好弧线和落点,不要摩擦 推挑技术类似于披上悬,只是板形有所区别 发力方式和机球部位有所变化 大家从背后看看机球动作和角度 手臂略微张开,从上往斜下方用力推 推挑外斜线时注意肩膀略微外展 手腕和手掌打开 体会手掌根部推球的感觉 掌握推挑技术之后可以尝试推挑出带点下悬和下沉的球 大家从这个角度能够更好地看清楚出手之前的移动步法和出手角度以及拍形 运用小技巧,大家熟练掌握推挑技术之后 可以增加身体的晃动来迷惑对手 使对方不能很好地进行抢攻 化解揭发球的被动局面 加上部分的选择